各位球友晚上好 凌晨 今天的话一场比赛啊 今天就这个欧国联赛杯 波兰跟沃尔斯 两个小到地图上 找起来都比较困难的国家啊 说是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啊 好吧 不扯那些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啊 目前呢这个欧国联赛杯的一个状况 是刚开始啊 新的赛季刚开始 小组赛 小组分组赛啊 那今天第一场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啊 我想任何一个球队都不希望第一场开门就是黑 今天晚上还是有必要 两支球队还是有必要干价的 仗义上来讲的判断 今天晚上两队都有求胜的欲望啊 不过这种小国家 说是国家真的很勉强啊 这种巴掌大的地方 这种小国的比赛有时候也是挺闹着玩的感觉 呃走一波分析啊 从历史对战往期上来看的话波兰是比较有优势的了啊 呃三场比赛都是连胜 虽然这个是零四零五零九年啊 这个可以看得出波兰这波兰这个国家在足球运动这块的底蕴 相对的来讲还是比威尔斯要 呃比较强悍一点吧 状态上来看的话波兰跟威尔斯的状态都差不多 但相对来讲的话啊 这样的差不多的状态其实波兰作为组队来讲并没有什么优势啊 优势并不大 然后逐客场的胜负来讲的话 组队的话这个逐场的胜负率相对的来讲的话都不错啊 呃 客场的胜负率整体上来讲的话可能稍稍逊 但是我觉得也都差不多 那基本面是两队差不多 然后这个对战网机数据面是比较优势啊 底蕴上来讲也是波兰这边比较优势 那基本面没有什么优势 这样的情况下装家做盘 其实空间是比较大的啊 我们来看看盘口盘口的话是班一球出盘29号的忽略掉他2 29号的盘口没什么意思啊 从这个30号30号的盘口是3点51分 这个还有一定的判断价值啊 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后半球升到半衣球半球升半衣球本身是一个灶热的过程啊 不过这个水位是压的比较低压的比较低啊 但是这个1518点的水位还是相对有点点偏高 不过在合理的范围啊 综合起来看盘口来讲的话是合理的范围 0.9再加上半衣球的话 这个盘口啊其实对于波兰来讲啊 有一定的阻力线作用啊 就是这盘口给的还算是可以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值之内 然后在22点44分的时候就直接升盘啊 升到了一球一球的话高水开始封盘封盘的时候呢 在11点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走两个阶梯啊 这两个阶梯会不会把走队给招热起来呢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啊 因为客对国也去呢 这个状态实在是好过头了啊 这样看起来的话就相当对于一个减压的一个操作了 降低赔负啊 专家在降低赔负的一个操作了 黄冠这边呢 整体走势的话是维持在0.9以上啊 不敢下啊 真的是不敢下 在临场啊 要变盘的时候 要升盘的时候才下了一点啊 这时间不是很长 十来分钟 在接收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黄冠这边从这个出盘的一个水位点上来看 就已经很提防这边了 很提防波兰这边能够打出了 然后升盘升盘的时候呢 从水位一直往下压压压的时候 其实也是比较有底线了 没有压迫0.9啊 一直往下压 但往上走 升高也没有突破1的水位 如果波兰是有右盘协议的话 并且基础盘口 就是基础面能够支持波兰右盘的话 那这个右盘的水位是不应该 只是维持在一个点的水位的 换句话来讲的话 封顶就封一个点的水位了 不敢封多了 封多怕赔多了 那两个波彩 两家波彩公司的结合整体上来看的话 基本上也是比较轻上于波兰这边的 所以今天晚上波兰赢球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赢球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能不能穿盘 有运气成分的这边啊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比赛 其实两只球队的话 差距也不是很大 而且从波兰历史对战王纪上来讲的话 都是小赢一球 小胜一球的情况上来看的话 有可能今天晚上也延续这个小胜一球 至于专家开到一球盘口来讲的话 就已经是很给波兰信心了 也就是说换句话的讲 从专家的角度上来看 我考虑这个 这一场比赛的话 就是波兰赢球不是问题 能不能赢两个 看一球的情况吧 反正就是觉得波兰这边 已经是赢球不是问题了 所以直接把盘口 拉到了一球的盘口 就薄 能不能赢两个 而且拉到一球的盘口的话 这样的一个基本面 两队的基本面的状态上来讲的话 波兰其实也不会很热 反而还会形成一定的阻力效果 但是如果说一球盘口 再拉到一球球半的话 这个很明显就照热波兰了 因为过于高开的盘口 有时候也是局 盘口一定要合理 如果盘口是过低 或者是过高的时候 它一定是局 那你就得去拆局 像这样的盘口 是完全没有必要拉到一球球半的 拉到一球球半 是硬生生的把波兰给拉热了 所以一球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 好吧今天晚上就是波兰啊 波兰一球半狗直接干一球半狗啊 希望能够打穿盘而不是走盘 好吧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玩 啊这场波兰的比赛 很遗憾啊白稿白稿白稿 真的是白稿 一球盘口白稿 嗯 依赖之中啊这个没什么好分析啊 赛后也没什么好分析的 这是依赖之中的事情了 那好吧这一期就是白稿的一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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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